我的手 这个真心是有体的 真心是有体的 我们现在就是 这个心在作用 众生 境界来 执着 出来 这个就是意识心 境界线前 烦恼心就 随着奔流出来 这个奔流出来 是一如来葬姓 跑出来的 然后把整个如来葬姓 缩起来 所以 我们如来葬姓 从来没有用过 不生不灭 的 如来葬姓 没有听过佛法 也从来没用过 什么叫做如如不动 不取一项 不知道 我们用的 通通认为 以为有一种东西可以贪 以为有一种对象可以撑 以为有一种对象可以吃 贪生吃的 意思 本体就被掩盖了 所以每一个点 动点 动点 所有的烦恼 全部都被遮盖住了 但是这些烦恼 只是我们 清静本体里面的 肤浅的意识而已 肤浅的 肤浅的 换句话说 我们所有的过期心 现在心 未来心 还有境界所引现出来的 都是如来葬姓 只是因为我们多了一层执着 多了一层分别 多了一层颠倒 一直让我们活在 痛苦的森烟里面 因此告诉 佛陀告诉我们 真心是有体的 而妄心是无体的 它不是永恒存在的 它刹那身 刹那身 刹那灭 刹那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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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那面 比如说你现在很撑恨 一个人 后来又对这个人有好感 现在对这个人有好感 再过了几天 又对这个人也很撑恨 这个就是生命意识心 叫做轮回的心 用现在比较听得懂的话 就是只要有情绪变化的心态 就会化作一股强大 推动的轮回力量 而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子 从来没有醒过 比如说一个年轻人 像现在的年轻人 要做什么 跳舞 还到恒春 那个party 大型的演唱会 警察去抓 还抓到很多的摇头丸 散落一地 大家死不承认 大家死不承认 你想想看 一个好好的人 为什么要吸食大马 吸食骨科茧 要吃那个摇头丸 为什么呢 内心想要快乐 他也想要拥有 他不知道他所拥有的东西 撒那生命很快就会毁灭的 因为他不知道生命的真相 所以就一直迷满 所以就开始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这个就是忘事 由虚妄的意识心 攀岩不实在的境界 一直认为这个就是享受 这个就是快乐 一直到死 死还不明目 就像以前的皇帝 要拥有江山 就像现在的富有的人 想要拥有财富 像现在所有的明摩 想要拥有一个很好的 face 可是却支撑不了多久 支撑不了多久 所以还是要写佛 还是要写佛 因此啊 忘事无体 就是我们今天都是用忘心 轮回心在做事 从来没有用过真心 如如不动的心心 第十一节 阿难求开道言